我們說到歷史故事 霸王別姬 不知道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會想到什麼 相信有沒有人都會接受到 是香港的民生張博榮所演出的電影 他就是在在傳統的氣球當中所演出的屁股 在空一三年嘉義式標誌 是特別要請到傳統第一名的 馬來西亞舞舞藝術方 為講義氣的觀眾在演出 德國文化新世代我們中的霸王別姬 中合體傳統武士和現代武的記者 大大由雙方的武者來翻傳義氣 展現不一樣的文化風格 中武士和現代武的十萬美的 合定形式來含水 也定形式相當美涼的美感 由雙方武者翻傳義氣 有相當接受的武士基礎的雙方武者 透過機體來表現出義氣的美麗 和監管阻塞堆穗白王的極情 也先為演出的一大努力 在空一三年嘉義式標舞節 是特別在樓閣舞蹈劇團的 團長著技術的音件之下 要請到第一名的馬來西亞舞舞藝術方 因此 團長李靖松今年才33歲 是馬來西亞華人的孝頓 雙齊伊德館的細心 為團統的武士製造新的細名 霸王和魚姬 它本身不單只是在講述 是一個他們的愛情故事的同時 也是有一種殉道的精神 而這一次我們演出的主題 設定的同時 不論是霸王和魚姬 魚姬本身我們選用 我們的男的團員來呈現這個演出 是這個演出一大的特色 因為我覺得古時候的金劇 花旦也選用這些男角來演繹 而這是我們武術裡面的一個 我覺得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成分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演出呢 也嘗試用魚姬由我們的男生的團員 就是齊慶來演繹這個角色 那霸王則由我們另外一位的團員 韦倫來呈現 所以這個故事的題材呢 不單只是演繹經典 同時融入了一種 我覺得馬來西亞華裔 海外的華裔同胞 對這個經典故事提供的看法 而給予了一個新的詮釋 社會阿祝各個演出《霸王別姬》 五五藝術方大大K 用女生來演出魚姬的角色 將合得無視和現代母 也都很不一樣的文化風格 直到自己是飾演魚姬的時候 可能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可是我也很享受這個挑戰 因為我們的團都是 絕大部分都是男生 所以對我來說 最大的挑戰應該就是 沒有一個可以參考的對象 這樣子 所以就要可能靠自己在 可能看一些視頻啊 或收集一些資料 了解一個女性 是怎麼樣舞動她的身體 還有一個女性 她心裡的想法 是多麼的細膩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會有一些碰釘子的時候 或者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好的時候 不過在克服的過程中 我覺得那個成就感會更加的更大 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享受飾演魚姬這個角色 雖然它是一個挑戰 馬來西亞五五藝術方 希望是馬來西亞 都以沒有自己 結合到無色無道 社交陪到每天的 額色表演團體 霸王別姬 準備在這十月二十六個 禮拜六在文化救英雅天的演出 現在在兩廳院售票系統緩修 歡迎其名朋友 也正支持正恩欣賞 細心新聞 觀眾朋友 王薛先生 趕你七彩和八道